2018年第一系列总机查司报告出炉 34个政府单位的财务管理卓越 其中国内贸易及消费人事务部 以97高分排在榜首位置 不过还是有一些部门的审计项目不达标 公帐会将传召首相署 财政部和关税局官员问话 公帐会主席诺莱尼 今天针对2018年第一系列 总机查司报告召开记者会表示 报告揭露政府部门的财政管理漏洞 公正会已经鉴定几项课题和涉及的部门机构 terdapat tujuh kes yang membabitkan improper payment yang membabitkan nilai kewangan bernilai 38.73 juta dan ketua Jabatan Audit Negara juga mengesan lima kes membabitkan ketirisan berjumlah ringgit Malaysia 1.74 billion dan 6 kes dikategorikan sebagai membazir yang membabitkan nilai berjumlah ringgit Malaysia 26.47 juta 公帐会将传召相关部门官员出席听证会 财政部和关税局需要说明液化天然气补助计划 首相署则需要解释应议社会经济发展计划 他希望受召的官员能配合入供 要是有公务在身缺席 应该书面通知公帐会 另一方面 国家总警察司拿都涅阿兹曼指出 去年在54个政府部门各局和法定机构中 有34个单位在财务管理方面获得卓越水平 其余有待加强 至于国防部以85.09分 财政部以83.35分和交通部81.09分垫底 针对多个政府部门出现设备供应延迟 新建计划割职或延误 付款情况无序 合约管理问题等等 总警察司也在报告中提出多项改进建议 八度空间邓领会国会大厦报道